吃了吗年内 大家好 我是艾迪 这个视频呢 就是2020年录的最后一个视频了 其实平时我在录视频的时候 都在很努力的说好普通话 希望呢 能让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所以故意的减少了很多儿化音 今儿个呢 这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内容 我就应大家的要求 敞开了撒了花的 说点北京话 我自己呢 也过过瘾 字幕呀 我就自动的给您翻译成普通话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种方言的表达方式 首先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中 对我和旅行生小课堂的支持和关注 2020年呢 是我成为全职YouTuber和Up主的第一年 在这一年当中呢 有大家伙陪伴我一起学习和成长呢 心里是无比的温暖和开心的 在这一年里呢 我做的比曾经任何一份工作都要努力 基本呀 就没什么休息日 大多数的时间呢 就是用来拍摄和制作教学视频 其实做旅行社员小课堂这个想法呢 早在2017年就已经有了萌芽 但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呢 没能做起来 到了2019年初 我还是放不下这个念头 所以啊 索性就一咬牙一跺脚 说干就干 撂下之前的工作呢 从零开始 一个人做自媒体 说真的还真的比想象中要难很多 我呢 也还在慢慢的摸索当中 它的缺点呢 就是特别的肉 什么都要自个来 效率低 制作周期推长 平时大家每周看到的这些视频呢 我一般要做四到五天 一开始呢 我以为就我这样 后来我一看呀 别的博主也都说 就是这个速度 我呢也就放心了 不是自己智商的问题 就好办了 每周的工作呢 包括构思主题 然后写稿子 拍素材 录下制作的全过程 那有一些内容呢 还需要外拍取景 然后再回来进行后期的剪辑 这所有的工作呢 都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其实在做旅行摄影小课堂之前呢 我是不会视频后期的 软件呀 也是刚买的 现学现卖 所以这五毛钱的特效呢 就请大家多担待了 我也还在慢慢的学习当中 未来呢 我也希望可以继续延续这个路子 坚持一个人做 保持现在的状态 所以视频内容呢 会比较偏向于我个人的观点 可能会比较片面 但绝对是我自己最真实的看法 当然这一年的努力呢 也离不开您各位的支持 感谢YouTube频道 所有的小伙伴们 为了支持我 耐心的看完每一个广告 感谢Bilibili给我一键三连 和充电的小伙伴们 还有感谢今日头条 西瓜视频 抖音 知乎 和微博平台上 所有支持我的小伙伴 感谢微信 公众号 每一位给我打赏过的小伙伴们 除了公众号的名字 是旅行摄影小课堂之外呢 其他所有的平台 大家都可以通过搜索 摄影师ID找到我 平时大家给我的留言和私信呢 我都会看 但不一定都能够一一的回复您 请大家见谅 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呢 大家还能给我玩命的点赞 我呢肯定也是豁出去了 给大家把内容做好 在2020年中呢 我一共制作了52个视频 我自己呢 也是对这个成绩比较满意的 在2021年的视频内容结构上呢 我也做出了 加量不加价的制作计划 既然叫旅行摄影小课堂 那么在这个频道当中啊 您所看到的内容 都是和旅行摄影有关的 都是我最爱拍的题材 包括城市街景 日落都怎么拍 相机如何设置参数 各种相机的功能 到底都是如何使用的 等等相关的小技巧 还有呢 就是之前分享过的 旅行摄影101 这样的内容 属于比较打基础的摄影知识 那这些呢 绝对是明年会继续深度挖掘的栏目 之前呀 有收到过留言和私信 想要让我分享一些 人像拍摄技巧的小伙伴们 很抱歉 我自己对人像一丁底的兴趣都没有 所以也就没有动力去研究它了 那就更谈不上拿来分享了 所以毫无意外 我不会分享任何人像拍摄的内容 如果您也和我一样 喜欢旅行 爱捣鼓点城市和风光的照片 那咱们呀 以后可就有的聊了 在2020年一切外出的拍摄 都变得非常的困难 戴着口罩呢 录音也很难收声 所以呀 我自己出去的机会呢 也减少了很多 在旅行拍摄技巧上呢 没能制作出更多的内容 希望在明年呢 可以有外出旅行的机会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战拍摄的演示 我呢 对这方面的内容也是非常的期待 在这一年中呢 我制作了12个Lightroom 后期调色的相关教程 基本上把Lightroom现有的功能 和使用小技巧呢 都介绍了一溜够 还制作了15级的Luminar 4 后期操作教程 因为我发现呢 中文的Luminar 4教程 几乎是没有的 这么好的一个软件呢 真的是太少人关注它了 这套教程 刚好呢 就弥补了这个空白 如果您有这个需求呢 可以去看看 在2021年呢 我会继续深度的挖掘 Lightroom在操作上的一些小技巧 同时添加一些Photoshop相关的内容 用来解决在Lightroom和Luminar 4中 无法实现的一些操作 这样呢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比较多元化的 后期解决方案了 玩摄影呢 离不开设备 所以在2020年的下半年呢 我就开始尝试的制作了一些 关于设备的视频 分享一些我平时正在用的器材 聊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我的一些直观感受 这些视频让我收到了大量的留言和私信 特别是关于富士相机和镜头的视频 很多小伙伴呢 都来询问我的意见 问我该买哪个好 我呀特别理解大家在购买时 遇到的这种无法做出选择的难处 因为有的时候呢 它真不单单是价格的问题 每个人呀考虑的因素都非常的复杂 横过来输过去的对比 想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 但是呢又不知道该去问谁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 还是那句话 我来帮大家折腾 所以在2021年呢 我会帮大家解决更多选择恐惧症的问题 主要呢是关于富士相机和镜头的相关内容 把类似的产品进行对比 推荐更多性价比高的设备 那至于其他品牌的相机和镜头呢 由于我自己也不用 所以呢也就不做推荐和比较了 在当今这个买买买的时代当中呢 我争取做一个劝您别买的博主 咱们理性消费买适合自己的设备 在我制作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其实没什么规律 就是碰巧了我自己平时遇见什么问题 或者是发现了什么新鲜好玩的东西 就拿来录一期分享给大家 所以您有任何关于旅行摄影的问题呢 都欢迎私信留言给我 也是给我多个灵感 咱们呢也互相讨论研究一下 摄影呢是个非常琐碎 并且杂乱的知识体系 不同的拍摄题材和需求呢 都会出现不同的答案 如果您恰巧和我喜欢拍摄的这些内容比较相似 那我保证我的这些视频内容和拍摄经验 对您来说非常的有用 所以关注我就对了 2020年啊特别的忙的 除了录制以上的这些内容呢 我还推出了一个实战拍摄的系列课程 叫做城市行者 以不同案例为主题 从前期的准备 讲到现场拍摄该如何设置相机 再到后期如何修图 要多详细呢就有多详细 这个课程啊也可以被理解为 它是一个付费频道 因为它呢是一次性付费 终身更新的这么一个形式 之所以这么做呀 是因为科技在不停的进步和发展 每年呢都有可能会有全新的拍摄和后期的方法推出来 那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 就要让大家再次付费购买的话呢 说实话我有点不好意思 目前这个课程呢已经更新了六集 每集课程的时长大概是35到50分钟 正因为太长了 所以呢它的更新速度就会变得更慢 还记得我每周的视频要做4到5天吗 城市行者每集课程的时间呢 是这些周更视频的4到5倍这么长 所以制作的时间呢也是成倍增长的 这确实给我了比较大的压力 希望已经加入了城市行者课程的各位小伙伴啊 不要介意更新的速度 那由于是一次付费终身更新的这么一个特殊形式 能够支持这个功能的平台啊并不多 我呢也尽可能的想要提供给大家更便利的学习方式 所以目前呢 中国用户可以在荔枝微客和今日头条中直接购买 海外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登陆旅行试音小课堂 官方网站直接购买 画质更高并且呀可以在网页全屏学习 那已经购买了的小伙伴呢 别忘了私信我 您的微信账号 我呀加您好友 方便以后直接对话 解决在平时拍摄练习当中遇到的问题 再次感谢所有观看过并且关注我的每一位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ID 让我们彼此在摄影的道路上不再孤单 我呢这一年就可以封箱了 咱们2021年再见 咱们在这期间